佛陀与无神论 无神论与唯物论者思想吻合 他所知道的没有什么 是会超越这个世界以上的 佛陀扎难无神论者 因为他们否认了礼敬和出家 否认了道德和社会义务 以及否认了宗教生活 佛陀特别强调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存在 佛陀推崇道德的超越性 佛陀说的无神 是单止否认永恒的全能上帝的存在 佛教否定宇宙创造者 或者一切主宰者 但是无神论这个词汇 常常带有很多毁谤的含义 实质上 这个绝对不是佛陀的教义 他们用无神论这个词和唯物论串联在一起 唯物论是主张没有什么再高超于这个世界的感受 以及只能追求眼前小许的幸福 佛教的拥护者并不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能够因为佛教不相信创造者上帝 而帮佛教贴上无神论者 虚无主义者 异教徒 不信神的人 或者唯物论者等的标签 佛教对神的观念 不同其他的宗教 信仰不同 并不能够合理化 指明 叫骂 或者众伤性的字眼 佛教同意其他宗教所说的真实性 和永久性的幸福 是无法在物质世界中找得到的 佛陀同时说到真实性或者永久性的快乐 也无法在教高或者最高的星球 名为天堂或者神的世界中找得到的 佛教所提倡的精神价值 是朝向超越世界的情况 即是涅槃 他们也不是分开来世 和此时此地 他们是扎根于这一个世间 并追求人间的最高成就 statistical 是 我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紀元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